古装历史剧《大秦妇》 改编字小说《大秦帝国》 由炎毅、古其名、强龙、刘永涛指导 李梦、张建编剧、张鲁夷、段毅红、李奈文、朱朱 辛伯卿、吴军梅等人领衔主演 正在热播中 该剧作为《大秦帝国》系列的收官之作 讲述了秦始皇嬴政、在吕不韦、李斯 王俭等的副所下平灭六国一统天下 建立秦朝的故事 对于大秦妇来说 历史背景是战国后期 也既秦国再和山东六国展开最为激烈的较量 在此基础上 战国时期的名将自然成为大秦妇这部电视剧中的重要人物 提到战国的历史名将 有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战国四大名将 也即分别为秦国的王俭、白起、赵国的连坡、李牧 在《大秦妇》中 王俭、连坡、李牧这三位名将都有不同程度的戏份 特别是秦国一方面的王俭 因为参与平定了料碍之乱 更是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此相对应的是 另外一位秦国名将白起 则始终没有出现 那么问题来了 大秦府中战国四大名将出现三个 为何白起没有出现呢 首先 战国四大名将指战国时代四位著名的将领 签字文中 以齐俭泼墓、勇兵醉精、悬为沙漠、驰欲丹青 来形容这四位将领的功绩 这四位将领分别为秦国的白起、王俭、赵国的连坡、李牧 在大秦府之中 之所以战国四大名将出现三个 唯独没有白起现身 主要是因为大秦府的时间线始于邯郸之战 而就白起这位将领 则邯郸之战期间被逼自尽 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了 根据战国册、史记等史料的记载 白起 出生不祥 促于公元前257年 秦国白氏、宁启、梅邑 今陕西梅县、长兴镇、白家村人 对于白起来说 熟知兵法善于用兵 并且因为获得了宣太后 和仰侯魏冉的赏识 从而多次率领秦军出征 在秦昭湘王继位之后 因为年龄较小 所以秦国大军被宣太后和魏冉把持 而这无疑和秦始皇嬴政继位出起的情况比较相似 因此就白起来说 可以视为宣太后魏冉一派的 这或许是他最后被秦昭湘王赐死的原因之一 秦昭湘王13年 公元前294年 白起担任左书长 领兵攻打韩国新城 今河南依川县西 秦昭湘王14年 公元前293年 白起又在隐阙之战中 击败魏国、韩国的联军 秦昭湘王15年 公元前292年 白起升任大量造 发兵攻卫 一举夺夺起了魏城大小61座 为秦的东出小汉奠定了基础 秦楚、丹阳、蓝田之战后 楚国国势走向衰微 一缺之战 秦军大胜 秦国意图展开难命攻击 继续削弱楚国 因此 对白起来说 又承担了进攻楚国的重任 秦昭湘王27年 公元前280年 白起伐楚 楚军败 阁上庸 汉水 以北的土地 给秦讲和 秦昭湘王28年 公元前279年 秦再次伐楚 白起先以汉北上庸之军 夺去燕邓等五座城池 金香州 而后秦军越过秦楚边境山区 自断后援 分三路 快速突进楚境 直为楚国的都城 颖都 新湖北 将临西北 如果说 隐缺之战 是白起的成名之战 那么就公元前 279年前后的 燕邓之战 则更是白起武将生涯的一个巅峰 在燕邓之战中 白起不仅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颖都 还让楚国 丢失了大片的疆域 如果说 长平之战 让赵国彻底走向衰落 那么对于楚国来说 燕邓之战 自然让其元气大伤 失去了和秦国争夺天下的资格 燕邓之战后 秦国以颖为南郡 封白起为武安君 从此开始 白起名震天下 成为山东六国都为之忌惮的名将 秦昭湘王43年 公元前264年 白起攻打韩国的行程 攻陷武城 战首五万 秦昭湘王44年 公元前263年 白起攻打韩国南洋太行道 断绝韩国的太行道 秦昭湘王45年 公元前262年 白起攻占韩国野王 秦河南沁阳 上党军 通往都城的道路被决断 因为上党军的归属问题 秦国和赵国之间爆发了长平之战 对于长平之战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赵国损失了40多万大军 失去了和秦国争夺天下的资格 当然 因为大秦赋这部电视剧始于邯郸之战 所以更加精彩的长平之战 没能在这部电视剧中呈现 长平之战后 秦昭湘王十五大夫 王陵 拱赵邯郸 正赶上白起有病 不能走动 因此在邯郸之战中 秦国一方的主将 自然也就不是白起了 到了公元前257年 秦昭湘王改派王和替王陵位大将 派出更多的兵马围攻邯郸 但是赵国上下全力抵抗 这次让秦军久攻不下 不久之后 楚国派春深军 同魏公子 信陵军率兵数十万 攻秦军 秦军赏亡惨重 秦军战败消息 不断从邯郸传来 秦昭湘王更迁怒于白起 命他即可动身 不得逗留 白起只得带病上路 行至渡游 今陕西省咸阳市 人家举村 秦昭湘王 与范居上议 以白起迟迟不肯奉命 七亿样样不符 有余言 派使者 刺剑 命气自稳 对于白起来说 得知邯郸之战 失败的消息后 一度发了牢骚 再加上白起 对于秦昭湘王的命令 有所拖延 最终 让秦昭湘王 起了杀心 最后 秦昭湘王 五十五年 公元前 二百五十七年 十一月 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 白起 最终自尽 而秦国 也没能取得 邯郸之战的胜利 因此 对于开篇始于 邯郸之战的 大秦父 并没有刻画 白起 这位历史人物 对于白起之死 有人说 他是鞠躬自傲 拱高盖主 也有人认为 他是宣太后 魏冉 扶持起来的将领 等到秦昭湘王 废除宣太后 及其党羽后 自然也容不下 白起 这位名将了 不过 不管怎么样 白起 虽然没有直接参加 秦密六国之战 但是 他对于韩国 魏国 赵国 楚国等 诸侯国的削弱和打击 还为秦国密六国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 就战国四大名将来说 李牧 连扑 王俭 都在大秦父这部电视剧中 相继出场 其中王俭 更是成为秦始皇 一统天下的左膀右臂 根据史记 战国册等史料记载 王俭年少时 喜欢马 随士秦王嬴政 在灭六国之战中 王俭 率军攻破 赵国都城 邯郸 扫平三晋地区 攻破 燕国都城 既 又消灭楚国 王俭 与七子 王奔 成为秦始皇 统一六国 建立秦朝的 最大功臣 因功绩卓著 王俭 被秦始皇 摆为太师 封武城后 当然 和白起不同的是 王俭 在秦朝建立之后 急流涌退 最终 获得了 善终的结局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